天空灰蒙蒙 让人的心情也蒙上一层灰 一早太阳公公不赏脸 躲在云层后 随着下午封面报道 越晚越凉 再加上东北季风 十八号影响我们最大 北部温度最低来到十六度 中部低温来到二十度 东部也可能降到十八度 和这两天的温度差距相当大 北部东北部更要特别注意 会有局部降雨的情况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午 这段时间可能降雨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特别是北部地区 会有些局部降大雨 是发生的一个几率 在清晨之后的话 其实温度会一度的下降 所以北台湾的民众 会比较感受到 这温度下降 是明天越转越凉的一个情况 预计到周末天气就会回温 不过春天晚凉面孔随时翻脸 下周又有封面到来 东北季风的影响 大概会落在下周二到下周三 这段时间 整个东北季风的强度 跟这波大概差不多 所以低温这样的话 北台湾大概也是在十梯度上下 另外雨傘雨衣要提前准备好 可别领到脏兮兮的雨 因为东南风影响扩散条件差 西半部空气品质 来到橘色提醒 建议敏感租群减少在户外 剧烈活动 出门常被外套雨聚 才不会被说变就变的天气 杀个措手不及 华氏新闻黎瑞玲 省利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